大家好,这里是汪哥说电影,我是弟弟。 我们今天来看一个纯爱电影《向阳处的他》。 浩介是某广告公司的员工过着苦逼的单身打工仔生活。 一次和前辈拜访顾客时,他遇见了自己的初恋女友,甄旭。 甄旭是初中时转来浩介班上的,长相可爱却十分蠢萌, 每次考试都得零压蛋。 被班上的女同学们取笑捉弄时也只会傻乎乎地回应别人。 浩介实在看不下去,帮他出了头。 就这样,两人关系越靠越近,在情窦初开的年纪, 俩人也开始陷入爱河。 但是初三的时候,浩介却转学了。 之后的十年,二人再也没有见过面。 十年间,浩介对甄旭念念不忘, 可是甄旭似乎已经有了新的对象。 每次看到甄旭和男二在一起,浩介都会在线吃素。 但甄旭其实并不喜欢男二,而是一直对浩介也念念不忘。 这次在序前缘,浩介和甄旭重新陷入了爱情的漩涡。 很快,浩介就见到了甄旭的家长, 没想到甄旭突然提出要结婚。 甄旭的养父母十分担心, 原来甄旭失去了13岁之前的所有记忆。 甄旭的爸爸害怕,甄旭将来也会忘记浩介。 可是浩介并不在意,毅然决然地决定了和甄旭结婚。 很快,他们的婚房就布置完毕, 俩人正式步入了新婚夫妻的阶段。 邻居家的小孩也时常在窗外看俩人秀恩爱, 但是甄旭的情况越来越严重, 他开始拿不纹水杯,头发也大片脱落。 浩介带他去医院检查,但是什么也没有检查出来。 一天,甄旭在公司里突然晕倒, 男二开车送他回家。 甄旭却在途中下了车静止走向了山上, 那里住着一个养猫的老奶奶。 男二在自己车上捡到了甄旭的护身符, 他将护身符还给了浩介。 这个护身符其实原本是浩介的, 浩介拿着护身符想要询问甄旭究竟是怎么回事。 正当甄旭想向他坦白时, 从隔壁传来了一声尖叫。 原来邻居家的小孩不小心坠下了楼, 男孩的妈妈正拼命地拉住男孩的手。 浩介再也顾不上其他先救人再说, 可是因为受力的部分太小, 他们拼尽全力也没有拉住小孩。 就在小孩下坠的时候, 甄旭从楼下的窗口跳出去抱住了小孩。 可是甄旭一点也没有受伤, 平稳地落到地面成功地救下了男孩。 这让浩介的内心产生了不安和怀疑。 一天甄旭去楼下拿报纸, 可是出门后就再也没有回来。 浩介打电话给甄旭的养父母, 对方却说根本不认识甄旭这个人。 一脸懵逼的浩介又去到甄旭的公司, 不出意外地被告知没有这么一个员工。 就在浩介无头绪时, 当初那个护身符的去处。 原来浩介小时候在石头缝里救下了一只猫, 浩介将这个护身符送给了猫咪, 最后将它带到山上, 交给了养猫的奶奶。 浩介立马赶去山上找养猫的奶奶, 这才知道所有真相。 原来甄旭的真实身份并不是人类, 正是那只被浩介救下的猫咪。 而猫咪一爱上了浩介, 变身成为人类, 来到了他的身边。 但是现在, 真旭已经25岁了, 对于猫来说, 已经到了寿命的尽头。 当他死亡的时候, 所有和他发生过接触的人都会忘记他。 浩介来到当初救出猫咪的海边, 在那里看到了真旭。 两人携手重返了校园, 去了每一个他们曾经去过的地方, 度过了最后一段快乐的时光。 最后, 两人依依不舍地告了别, 多说猫有九条命, 他们约定好, 如果下一次真旭依旧变成人, 他还是会来到他的身边。 但是浩介知道世上没有奇迹, 猫也没有九条命。 最后只剩下浩介还记得, 曾经有一个叫真旭的少女出现过。 过了很久之后的某一天, 当他在樱花树下驻足时, 看见了一个养猫的少女, 少女和真旭长得一模一样。 浩介相信或许奇迹真的发生了, 于是他开心地笑了。 今天的电影就看到这里, 咱们下期见。